鍾馨儀兩年請拜給小三 拜桃花鎮先忘財 大家好 我是鍾馨儀 微寶妹鍾馨儀在電視劇姊妹 演小三現實生活 卻遭小三介入 結束兩年請 一度報收到只剩38公斤 她轉而投入風水研究 靠神交走出情傷 這個開運煮可是我的寶貝 因為是激公師傅 她很保佑我 叫我一定要買開運煮 快幫我們做一道工 開運 這個就是我本來面對 航龍籃 歸雀 沒錯 就是周星馳演過的激公 救了鍾馨儀 她有跟我說 這個開運煮擺的位置 一定要面對打開門的地方 她跟我說就把這個牌子 放在第二層接第三層的地方 只要我有什麼心願 她都會幫助我 她也相信這激公加持過的手環 能幫她消災解惡 那手環的功能又是什麼 就是激公師傅一直在我身邊 那個手環是有繞過她的那個 她的身體就是有繞三圈 至於這兩個超級可愛的音樂盒 也暗藏玄機 但這就不是激公的指示啦 輸狗 我輸狗嘛 會衝到 所以他們就說 在南邊跟北邊都要放那個音樂盒 看了風水書之後啊 特地去買這兩個音樂盒 其實這兩個音樂盒一南一北啊 是為了要帶來一些桃花人際關係 還有一個是要代彩的 就是吹彩作用 門在這裡嘛 然後這邊是溪邊 然後要放一杯水 做了這些風水上的一個擺設之後 你覺得有改變 改變超大 你知道嗎 就是我已經覺得 那個時候我休息一個月 應該一場尾牙都接不到了吧 現在還蠻多場的 讓我覺得就是就快十場 不過她提醒大家 這並不適用在每一個人身上 這些東西都是因為是屬狗的人喔 還有你要看你自家的風水 是專門的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這樣擺 蘋果的新聞找說碼報導